朝鲜的钱氏今生六 370年,钱烟慕容氏被底足建立的钱秦灭国 之后钱秦一度统一北方,与长江以南的东晋王朝形成对峙 和钱秦接壤的高沟黎迅速向钱秦朝贡称臣 为了讨好钱秦,高沟黎小兽灵王把逃亡到高沟黎的钱烟宗氏慕容平送还钱秦 从钱秦引入佛教,立佛教为国教 同时小兽灵王效仿中原王朝,实行中央集权 采用儒家思想教育贵族子弟,颁布律法 高沟黎逐步进入了成熟的文明国家 百济王在战场上杀死高沟黎故国元王后 担心小兽灵王报复,积极防御的同时 向钱秦的对头,东晋王朝朝贡称臣 从东晋引入佛教,也开始使用汉字,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383年,钱秦皇帝福建率大军讨伐东晋 东晋王朝风雨飘渺 在这个历史节点,东晋宰相谢安华丽出场 成功上演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肥水之战 肥水之战不仅成功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进一步南秦 保存和延续了流落到南方的中原文化 而且拉开了钱秦帝国分崩离析的序幕 导致依附钱秦的其他民族纷纷独立 鲜卑慕容氏也不例外 384年,钱燕吴王慕容锤集合鲜卑旧部反叛钱秦 在河南行阳建立厚颜 慕容锤是个牛人 他13岁、16岁 两次随钱燕皇帝慕容晃袭击过高沟离 英勇善战 给高沟离人留下了不少阴影 同一时期 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大和国逐渐征服岛内部落 建立统一政权 大和和沃的日文发音相同 都代表日本民族 所以大和国也被称作沃国 按照古汉语的解释 沃是顺从的样子 后来有了猥琐矮小的含义 沃国的称号对外使用了1600多年 大和人才发觉沃的汉字很不文雅 在中国唐朝时期把国名改为日本 391年高沟离广开土王登上了王位 由于惧怕慕容锤 广开土王采取臣服厚焉 对抗百计的策略 头一年大和渡海袭击百计 百计打不过就投降了 大和很不过瘾 积极参与百计的宫廷政变 帮助亲日的阿申王登上了王位 趁百计内忧外患高沟离广开土王率军讨伐百计 抢占百计不少地盘 迫使百计王投降为奴 大和很不爽 无法容忍自己的傀儡成为别人的傀儡 同样百计宁愿做大和的奴隶 也不想做高沟离的奴隶 三百九十九年百计勾结大和 进攻高沟离的盟国新罗 新罗也不经打 很快被大和占领 高沟离的势力受到威胁 广开土王 于是发兵和大和交战 击退了大和的入侵 朝鲜半岛国家一边玩着内斗 一边上演抗日和媚日的激情大戏 后燕皇帝慕容胜也来凑热闹 率领三万人马进攻高沟离 抢走高沟离大量土地和人口 为了对抗百计大和 高沟离广开土王 不得不向后燕扶手称臣 忍气吞声 402年 高沟离打败了入侵新罗的大和军队 却没有从新罗撤军 两年后大和再次入侵 抗日英雄 广开土王这次彻底驱逐了侵略者 这样一来 百计被打贪了 新罗成了傀儡 大和国也被赶跑了 高沟离成了朝鲜半岛的老大 后方稳定了 广开土王准备实现高沟离 一直没有完成的梦想 侵占辽东 虽然高沟离每次入侵辽东 都引来了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政权的大规模报复 导致高沟离城池多次被毁 王宫多次被烧 祖坟多次被挖 但随着高沟离国力的增强 后燕政权的衰败 广开土王向慕容室发起了进攻 经过多场战役 终于占领了辽东 慕容室的后燕政权也因此出现内讧 不久被北燕灭掉 当北燕正准备埋头发展 重振雄风时 另一个鲜卑家族拓跋士横空出世 北魏皇帝拓跋兽先后灭掉 包括北燕在内的多个政权统一北方 而南部的东晋王朝被刘宋王朝取代 中原大帝形成了长期的南北对峙 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 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 少数民族不断汉化 中原王朝的统一也进入了倒计时 南北朝初期高沟离长寿王当政 长寿王绝对是个政治精算师 他敏锐的感觉到中原势力的强力恢复 决定对中原王朝纳贡称臣 同时长寿王迁都平让 推行南秦新罗百计的策略 一度攻下百计王都汉城 把势力推进到汉江流域 高沟离步入了巅峰时代 成为地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强大政治势力 世界上没有永不落山的太阳 面对再次崛起的中原王朝 高沟离何去何从 我们下回分解